来这边嘴巴挺了 轮到我 这里的话呢 要看的是 这个GE的软体 那这个软体打开有看到吧 第一个GE Global就是全球的地震 然后呢 去找找地震 然后我只想要看第一个 其他的不太想理他 那第一个的话呢 找最近的地震 那这一个呢 是热点火山的意思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他的反正等一下都有类似的功能 打开他咯 打开他的话呢 这里的这一个按键 我先跟你讲一下 这里箭头就是去点嘛 点你要找最近的地震 它的位置到底是谁 然后他就会跟得动 有感觉吧 我让画面变小一点 不 让他负 也就是看的量变多 哦 我需要我的Water在那里 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 因为我喉咙怪怪的 不是啦 另外蓝色那一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画面变大 有感觉吧 那我让他变小 我要找到我们台湾 然后找到台湾之后呢 我用这一只手可以移动 然后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如果我把它点在这里 以它为中心 它这样为中心 这个圆圈圈代表的是 能量就往市面八方传递 所以当然以我们的台湾附近这前几天的下午的地震 还记得吧 好像下午的一点多 有啊 然后就摇很大力 好像礼拜一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如果你把这个箭头然后点到别的地方 就变成以别的地方为中心 然后能量传递出去 有感觉吧 有没有 所以这个点就代表你在寻找不同的地震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回到台湾的位置 我用手掌 回到台湾的位置的话呢 我要请你看的是 就前几天这个地震 然后我们要看这里的 哦 我要打 前几天这个地震 然后呢 我要去看的是地震的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我点这里变成反白色了 我也可以点在别的位置 因为这个点叫做去看某个侧站的资料 所以这里有一个地震资料的Display的画面 那那个基本上就是地震波 那你说地震波到底怎样 我们直接Google这里可以查一下 因为等一下那个画面 它可以看可是 它把它全部都给混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打地震波会有很多 但是我要看的是图片 所以正常而言会有类似这样子 告诉你水平方位 南北 这一张是东西 然后南北 然后是垂直的 也就是地震一发生 通常有P波 有S波来到 P波所指的就是能量传递的方向跟介质运动的方向是相同的 通常照就地表垂直的上下震动 而S波能量传递方向跟介质运动的方向是垂直的 通常水平的常用东西南北两个方向 而这两个事实上你可以自己决定 只要水平的这两组方向是垂直的就OK 如果待会你有时间你也可以去看这里有别的图 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P波 地球内部传递的波 有它能量传递方向 介质运动方向平行 能量传递方向 介质运动方向垂直的S波 总之等一下看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图 只是它没有把它给分开 而是把三张图给叠在一起 还是回到这个软体GEE 所以我讲多久了 4分钟 我的目标10分钟以内 然后再让你try 可以吗 我对面的 注意看 不知道你在看手机还是在看其他东西 可不可以看画面 那这里的话这个地站 然后我要选的是台湾的资料 所以让它反白色有看到吗 然后就让它display了 然后这里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等于该次的地站有很多测站有记录 可是你说没反应原因叫做我按了它这里还一个 Long the selection station 把你的这个测站选完你的资料要不要把它给下载 要所以才会有反应 结果先让它暂停 来这里的时间GMT 格林位置的标准时间 2016年5月31号 如果我刚刚没有记错5月31号 不是礼拜一是礼拜二 有感觉吧 所以那天摇是礼拜二 可是我刚刚讲礼拜二的下午1点多 这里呈现的却是5点多 原因叫做我们是标准时间加多少 8可以接受吗 所以呢5加8等于13 所以这个是不是下午1点多呢 所以你看台湾的测站台北 因为台湾还是一块土地的哪里台北的测站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放大 所以呢如果没有摇就是一个不太大的阵幅 如果有摇你可以发现这里的震动很明显了吧 但震动完持续都那么高吗那么大吗变小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时候它还是去平静 所以一来摇的最大力造就这个阵幅也会比较大 有view吧 只是这个叫做一轴锤子的位移 能不能看其他方向呢 可以 所以我先把这里锤子的把它给拿掉 轮木拿掉它来看水平的 水平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vertical就是锤子嘛 那这个水平的可以同时蓝北跟东西 我们先看东西好了 好这里 等于就是刚刚讲的东西方向 那你也可以再把蓝北方向加上去 它就会用不同的颜色 可是它叠加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再去放大看它 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蓝北跟水平的 不水平的蓝北跟东西方向来看 有没有感觉这一个红色的似乎比较找到 但如果你再加刚才的垂直方向呢 垂直它现在用什么颜色 浅黄色 是不是你看起来像黄色还是像浅绿 好像绿吧 我看起来的感觉有点像绿 好没关系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把绿色 红色跟浅绿色叠加在一起 有没有发现这三个来的时间顺序不太一样了 谁先最早到 看清楚这里最大的震动 是红的还是这个浅绿 好像浅绿比较找到 如果不信全部把它给拿掉 来先让浅绿的垂直方向 它现在颜色就变了 因为第一个它会用蓝色 第二个用红色 第三个才用浅绿 所以现阶段这一个呢 代表的是锤子的方向哦 然后再加水平的方向的 蓝北好了 所以如果我把这一个来 摇的比较大力的地方把它放大 你觉得 看起来好像蓝色快一点点 有没有感觉 也就是锤子的快一点点 但是锤子的摇的有很大力吗 如果看清楚 好像整体而言 一看开始来 摇的比较大力的 好像这红色才更大力 有没有view 到这里还有一条线 也是懒的 但好像这里这一次 利用它不太能够呈现 但我要先告诉你的是 地震一来 最先到的就是运动速率最快 应该是批波 是垂直方向 而后才会是水平方向 但是因为这个地震的震 央在台湾 然后我们的测站离台湾很近 所以P-Ball Expo到哪的时间 差会不会差很多 不会 所以我找遥远的测站 可能会比较好讲 也比较容易看出来 一样地震是我们礼拜二的5月31号 然后我的测站资料我换一下 我不要台湾了 因为台湾的测站很接近 所以你的P-Ball Expo到达的时间看起来也很近 不容易露眼看出来 我选美国西测的某一个测站 然后把资料把它给放上去 只是我这里台湾的资料 我最好应该拿掉 但是如果没有拿掉 还是可以看到一件事 等一下记录 台湾的资料先到 还是国外的资料会先到呢 台湾 因为台湾 正远离台湾比较近 所以不管你的P-Ball Expo 应该都让台湾 自己本身的测站先收到 而别的地方 美国的测站呢 应该会比较晚到 会在这个时间之后 你有看到按了哪一个箭头吧 三角形让它动 我讲多久了 哇十分钟了 快点 好啦快点快点 我刚才有把 美国的这个放上去了吗 它这里等一下应该会跑吧 正常而言它应该跑出来 所以我在等待 等待美国这里的测站有资料 然后可以让我看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只能够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哦有了 有没有感觉 然后把它缩小 所以等于台湾的先收到地震的地震波的资料 然后换美国西侧 也收到地震波的资料 因为美国那里离正央 我们的东北角比较 东北角的外海那里比较远 所以收到地震波摇 当然会比较慢 有view吧 而且上下的震动的幅度比较遥远 政府应该要比较小 可以接受吗 那另外呢 利用很遥远的它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看 所以台湾的资料 国外的资料 国外的资料 我刚刚想要看的是 如果我现在先把它全部都把它拿掉 然后只看刚才的这个测站 然后选它的资料 然后它的资料的话 我现在跑的垂直的 哇它好像台湾的都会加上去 然后你再看 如果我再加水平方向 我现在这个浅绿色应该是什么的资料 它好像混在一起 让我有点看起来有点痛苦 我想要做的是水平的垂直的资料都看 让你感觉一下 它现在好像又变不一样的颜色出来 因为我很想要让你看到的是 在更遥远的话 有地震资料叠加上去 然后那个P波S波到达的时间 会有明显的差异 因为地震一发生 越近的P波S波时间差比较短 但是如果比较遥远的话 P波S波的时间差应该比较大 只是这里因为路的关系 所以我不想一直在讲 你等一下你这里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那那个东西我在Google一个公式给你 就应该比较了解我的意思 只是我不知道容易找到 地震波P波S波的时间差 所以我再打时间差 我是打错字 时间 为什么肩出不来 时间差 我希望它有图 因为有图我在跟你解释会比较容易 如果它没有图 我可能就会有点不想理它了 P波S波时间差 没有哦 那我不想理它了好不好 那你等一下也可以去查一下 距离 啊这里这里 这个这个这个 两个与震央距离不一样 啊有感觉了没 距离比较近 P波S波的时间差 差了大概10 这里12到17 5秒左右 但是如果距离震央越遥远 这里当做20 这里当做40好不好 差了快20秒 所以我刚刚想要这种呈现 让你可以看 距离比较近的 P波S波的时间差较短 距离比较遥远的 P波S波的时间差较大 有感觉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摇的阵幅大小 比较近的 摇的比较厉害 比较远的 有摇那么厉害的阵幅吗 没有 所以我刚刚想要做那样子的呈现 可是好像它的颜色 不太想理我 所以我就不太能够让你看得 比较清楚一点 但不管怎样 类似的方法 等一下你去踹踹看 好不好 那我把画面还你了